最近可能不管是不准是民进党 或者是这个国民党 甚至是白色力量柯P 可能最近都一直在想一件事情说 6月1号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柯P其实也有一些反应 我们来看看这个 可能参选总统这些人 纷纷都有什么样的说法 首先我们先来看柯P好了 阿伯我们还是要关心他一下 因为他最近的民调 感觉越来越稳健了 尤其是以这个星期 苹果日报的民调来看的话 我们看的是全市化的部分 是5月23号到5月26号做的部分 事实上柯P他只输韩国语了 怎么讲 因为我们用三咖都来看的话 如果是蔡英文 民进党是推蔡英文 国民党是推这个柯文哲的话 国民党是推韩国语的话 对不起 韩国语还是第一名 然后柯文哲是第二名 27.6% 但是如果是推郭台铭的情况底下 柯文哲就冲出来了 柯文哲就变成31.8% 他是第一名 如果是赖清德呢 赖清德 然后国民党是韩国语的话 柯文哲他也是在第二名 29.5% 但如果国民党推郭台铭的话 柯文哲又跑到第一名了 29.9% 也就是柯文哲目前 所有的这个看起来的话 他可以赢赖 可以赢菜 他甚至可以赢郭台铭 他只输韩国语 所以这种感觉就像是 他现在应该主要的敌人 就是韩国语乐 如果他真的要参选总统大选的话 那他的头号假想敌 应该大概就是韩国语乐 所以这几天看起来 阿伯的谈话 感觉这个箭头就比较瞄准了 感觉箭头就比较瞄准在韩国语乐 像他昨天接受媒体的专访 问他说台风尬寒流 是否是权贵与庶民之争 大家都觉得这几天 这一阵子以来的印象就是 权贵就是郭台铭 庶民 庶民就是韩国语 对就这样子 但没想到阿伯说法不一样 阿伯就说郭根本称不像是权贵 因为郭不是富二代 也不是正二代 他也是穷人出身 那韩也不是庶民 拜托他太太那边 现议员加起来都50年了 怎么会是庶民 这都是标签化 不过这是韩国语的太太 他的定义跟人家截然不同 阿伯真的是有他的逻辑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说他讲的是李嘉峰 李嘉峰的家族确实在云林是 跟生的蛮久的一个政治世家 不过韩国语本身 是念军校的对不对 然后后来就又做立委啊 但是总之他的出身 我觉得庶民不一定是他的出身 重点是他表现出来的言行 他的思考是不是庶民 而且他也真的不是负二代跟正二代啦 就是他的定义跟一般的印象不太一样 阿伯就是有不同的看法 然后大家就问他说 那韩国语6月1号北上凯到肇事 阿伯就说了根本没必要 他觉得没有必要办肇事活动 他又不用初选他当然没必要 但是他如果要总统大选 他总要肇事吧 不晓得 但是他就说要做到平常心真的很困难 他是在说他自己吗 他在酸韩国语 他在酸韩国语是不是 但是老实说他这两天跟韩国语 我那种剑指的味道针对的一味道 最明显的就是熊中这件事情 5月17号的时候 当时柯文哲那一个周末 在高雄是有三天的行程 那还有到熊中去演讲 据说外传高雄市政府刻意卡寒 所以打电话叫熊中 卡寒是卡柯 卡柯啦对不起啊 sorry卡寒太多了 卡到你都麻痹了 对讲得太顺了 卡柯 所以打电话就叫熊中的校长 不要出席这个柯文哲的演讲 那大家就认为说是不是怪怪 是跟韩国语有关吗 就去问柯文哲 柯文哲就说 这就好像明朝一样啊 皇帝也不一定 这个皇帝也不一定 阿伯的断句啦 东厂杀了一大堆人 也不一定是皇帝下令啊 当年我也是被艾滋契捐案 国科会案K的满头包 你认为是马英九下令的吗 当然不会是啊东厂 他也开始讲东厂这件事情 然后又把马英九又扯出来了 但意思是说 有这件事情 但不可能是韩国语下令 他的语意是这样吗 是不是他指的是有这个 市府的官员传谋商议 不知道 不晓得 或者校方传谋商议 对啊不晓得 然后呢 韩国语市长他就回应了 他说我欢迎柯文哲市长来高雄 来听听我们南部门的声音 我们绝对不 他说我们绝对不可能做这种小动作 这不是韩国瑜的个性 这也还蛮中肯的啦 他感觉不像这种人 而且其实他也说 可是问题是这样的事情 怎么会曝光呢 不晓得啊 反正这件事情 是柯正颖的人流出去吗 这感觉是不是有一点点在 你看看 而且他如果是这个论述的话 就是全国语书名论述的话 感觉对郭台铭比较友善 所以让外界又觉得揣测 是不是这种联合资要敌人 拉锅打韩 对攻击主要敌人 都是一些策略啦 但是呢 来我们看下一张 不只是柯文哲 把韩国瑜当假想敌 因为韩国瑜到他的地盘上 要办造势大会了 对不对 那不只是他啦 其实国民党内的太阳门 也都有一些态度上面的表达 来先看朱立伦好了 朱立伦被问到 就是韩国瑜601造势大会这件事情 他就说 我不会举办同样的造势活动 劳民伤财 昨天的说法 那现在就是初选接旦 党内同志不需要如此 大家应该在政策上面比较 但今天事实上记者在去问他的时候 他就有说 没有啦 我说我不会这样办啦 那至于柯市长办 那如果有 韩市长办 那有一些好朋友要去的话 那大家都是好朋友 他也不会觉得说 因为在韩黑板上面 都引用他那句话来打韩啦 说韩国瑜601造势 朱冒号 叫劳民伤财 可是说真的 都被下标了就对 我本来想说是不是有误解 结果就听了一下拍戴 他真的是这样讲 但是他今天就赶快自己跳出来说 没有没有 我只是他的意思是说 我不会办 然后我也不会去601 因为他也讲了 这个是韩市长的场子啦 他去大家都尴尬 可是听说那个主办单位都有邀请 但他今天也表态说他不会去了啦 但是昨天呢 我看到他的脸书这篇po文呢 他就也是蛮有趣的 这是一个图 他做了一个图 但是因为这个版面 我们版面真的没有办法放进来 总之他说 做的蛮可爱的 伦语言 切莫干话满天飞 只乎吼号 脸书治国 非台湾之福 其实有印象以来 韩国瑜 不是朱立伦好像不太有 这么比较尖锐的这种po文 那谁 谁是这个 所以我第一时间看到 我不是有截图传给你 谁 我其实就很想 我想不出来是谁 想不出来是谁 但是大家就觉得 好像就觉得在这个时机点上 他说不定有可能说是蔡英文总统 也有可能 对不对 但是就会 就会想到嘛 就会联想到是不是跟601 这个活动有关系啦 而另外还有就是苹果日报 今天开始专访朱立伦 那我们其实有专访朱立伦 一连十天啊 对 苹果日报说他们将会 专访每一位 对总统 要选重痛的人 我以为朱立伦一连十天 朱立伦一连十天没错 真的喔 所以苹果日报的专访是说 每一个候选人看起来都会有很多 很多的篇幅 对连续性的报道啦 但是首波 一连十天 可是他们初选不是七月就要落幕了吗 这样轮得晚吗 这个应该是跟或许是比较跟大选有关的 总之就是朱立伦是第一波十天 在这个时间点上六零音活动要办 朱立伦有十天的这个专题报道 也不免就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 诶想要秀出一些什么味道来了 好那郭台铭怎么讲 郭台铭说我认为拼一场选举 不是拼造势喔 是拼经济 诶结果他就说我现在到每个乡下去 去握每一双劳工的手 握每一双摊贩的手 握每一双从事最基层行业人民的手 我就晓得他们需要什么 所以这有点感觉有点倒过来了 他说拼选举不是拼造势 可是这阵子造势活动最多的就是他 就是打陆战嘛 同样也是陆战 如果不是他打成这样子怎么会有六零音 诶搞不好喔被激出来的 但是他也讲我们也很好奇说 郭董那你六月要这一天你要干嘛呢 今天我们问他的幕僚是说 他已经安排了活动了 详细的这个行程后面会再发 但是应该是跟一个小朋友聚会的活动 然后是他们基金会长期在做的一个活动 他是故意用这个做对比吗 你在拼选举我在做慈善 不见得是慈善 儿童聚会啊 儿童的聚会 就是关怀儿童 对关怀的 比较温馨的活动 是故意这样做对比吗 就是要温馨一点啊 对这个是郭董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王金平呢 王金平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一段 他说2004年啊 就是那个联宋没有选上的那一年啊 开到满满的满满的啊 警方估计13万 所以就是参考啦 所以他觉得记者拿这个 可是我觉得这样讲真的不公允啦 因为要跟319枪击案连在一起 你就会有不同的判断 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记者来问我说 这个活动号召 号称可以有10万人 但我觉得就是参考而已 这是王院长的一个回应啦 然后再来这张照片来 哦 这个是谁 周锡伟 前台北县长 他昨天到高雄去 刚好参加活动 周锡伟好像很喜欢跟人家这样 他有一张也是跟朱市长 也是这样 摇耳朵 就是他在摇耳朵 而且朱市长当时 被他摇耳朵了 他一脸不悦 他可能有很多心里话 想要告诉 韩国瑜市长吧 结果记者当然就要问他 因为在舞台上被捕捉到这个画面 记者就问他说 周县长 请问你到底刚刚跟韩市长说什么 他就说 我跟他说啊 这段人生的经历 可能是你这一辈子会觉得最痛苦的一段时间 也是最黑暗的一段时间 兄弟 我走过这段苦的日子 我一定会出来帮你挡子弹 帮你讲一些该讲的话 他是退出初选了吗 还在选 他还在初选 同样要初选 要帮他挡子弹 但是你知道吗 总是会有人送温暖啊 所以相较之下 有的比较酸的 有的要脱 要脱长的 有的说参考而已 不放在眼里的 这个就是比较温暖一点啦 总之这个蓝银的天王 各式各样的反应 各式各样的态度 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不过其实 接下来上线的这个是新北市议员 叶元芝啦 叶元芝是我们观众非常喜欢他 元芝无安 元芝元味 是不是 叶 叶 叶反好 要说好 嗨 那个 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 这个我们刚刚也讨论到 这个寒流601要冲到凯道去了啦 现在这个柯文哲感觉 怪怪的一直都在酸 韩国瑜 然后蓝银的天王们 有一些各式各样的想法 啊你呢 那么会模仿柯文哲 你要不要帮我们这个 也帮我们分享 分析 已经在模仿了 分析一下 柯文哲怎么看601这件事情 柯文哲只会抓头啦 对要先抓 柯文哲他现在就是 我先抓一下 对 柯文哲你不要再抓了啦 手法已经有点 抓头傻笑是他的招式啦 因为柯文哲现在看所有的民调 只有韩国瑜可以赢他 所以他就把韩国瑜当作他唯一的眼中钉 所以韩国瑜现在做什么他都有意见 像最近韩国瑜要6月1号要上凯道 柯文哲就酸他说 不是原本是讲说经济100分政治0分吗 怎么变成政治100分经济0分 这句话就很酸啊 其实我觉得柯文哲哪有资格讲人家 他在台北市执政了四五年 把整个台北市的经济都搞差了 东区也没落了招商也不利 以前我在新北市政府服务 我们新北市招商连去三年都冠军 我们都还没笑他 笑他经济不好 他还讲别人 而且柯文哲 我觉得这个讲话不老实 像他骂王世坚笨手 然后人家问他说你这我可以骂笨手 他说我忘记了 然后今天又改口了说王世坚很可爱 不然你是觉得王世坚是一个 可爱的笨手哦 这句话就很不合国籍吗 所以柯文哲酸言酸语 我们都听很多 但重点是柯文哲你要拿出治国的方法 想要当总统还是要两把刷子 不是每天靠打嘴炮 柯文哲基本上他觉得没有必要办造势活动 他觉得他每天现在就是上班 但是因为601这场招式活动应该说 也让 源自你在基层上 听说很多人已经跟你讲 特别是新北市的朋友 都很期待是吗 对像我走在路上啊 很多民众特别是那种 比如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大姐啊 他就跑过来啊 我想说他跟我反映什么市政的问题 结果他就说 我跟你讲6月1号 我已经到了很多人要去参加了 大家都非常期待6月1号这个活动 另外我的LINE群组大概有二三十个 都是比较国民党的群组 现在基层串联的都非常的热烈 甚至于他们还会接龙 他们前面就会有一个开头吗 说6月1号要去凯道的请接龙 整个算下来都一两百个团体或个人 还有一个大哥 国民党的始终支持者 他说哇6月1号终于到我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他想干嘛 我会这样子讲 因为 大家好在基层很多人都觉得 韩国瑜在这段时间啊 被很多人黑韩 这个动作啊觉得很于心不忍 所以很希望6月1号到凯道去帮他送暖 去展现大家挺韩国瑜的力量 韩国瑜这段时间坦白说啦 我们看了也真的有点于心不忍 因为不只是网络在酸他 柯文哲在酸他 民进党在酸他 甚至于国民党有一些 你们自己人又有人在酸他啊 对我们自己人蛮多的 好比如说王金平 人家问他说 呃现在韩国瑜的民调比较高 王金平说表面的民调高 不是真的高啦 不然要怎么 不然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而且王金平还特别讲说 联宋那时候隔天 选出之后上凯道13万 13万人都满出来才13万 他的意思是说 10万很不容易啦 你去看呢 如果凯道呢只有满出来一点点 那可能5-6万而已哦 因为整个全部溢出来是13万 故意要打预防针啊 就很怕说那场活动人会非常多 我觉得这种讲法都不太需要啦 硬要去讲这些 都是去拨我们党内同志的一个冷水 我们应该现在要展现团结 我们的对手是蔡英文 我们的对手呢是柯文哲 我们要展现团结 不要再往内互打 因为往内互打下去呢 大家民调都会下来啊 哦原知啊这个很多 因为你自己是在这个北部地区啦 因为北部地区 可能也有一些民众跟你反映说 以前看韩市长 基本上都是在高雄造势 这是他第一次哎 在算是台北地区 第一场大型的造势活动 对所以上一次在新北的时候 其实主角不是他 也只有在三重 对只有在三重跑而已 所以这是他第一次进台北市哦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 怎么观察他这个能量 可能引发的效应 其实他去年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我们的新北的乡亲 都特别坐游览车下去高雄挺他 其实大家都蛮喜欢他的 然后还有就是去年 他整个寒流啊 我们北部很多人都说 因为韩国瑜的关系 所以愿意支持国民党 北部的很多人 因为他会投票出来 那这一次啊 大家的感觉是 你终于来到台北了 你终于来到北部了 来我们的地盘 所以我们要让你感觉一下 北部人另挺你的那种感觉跟力量 所以这场活动啊对特别是北部跟中部的人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其实都迫不及待的要到现场去挺他 那你看这个活动的几个主要的主持人啊 包括像王宏卫啊 戴琪欣啊 甚至我们新北的唐慧玲 对 全部都是在地的议员 那另外我们新北中和啊 以前的一个中和市场 邱德毅 他的儿子邱风瑶也是一个议员 他们也讲啊说 呃韩国瑜是中和的乡亲 所以中和乡亲一定要力挺我们自己人 所以他们也号召了很多人去 那他们讲法是说 当他们喊出要去挺韩国瑜的时候 几乎大家二话不说 通通都去参加 那我今天在网路上还看到一个消息啊 说四星大学啊 有一个学生在D卡 Po了一个图 说他的爸妈 因为要去6月1号凯大活动 不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啊 他就觉得很难过 好心酸哦 还是可以先去吧 然后下午再去就好了 好啦先谢谢 我们当然是希望 哦 我们当然是希望做这个爸妈 还是以自己的小孩的 毕业典礼为重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你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 大家其实是蠻想到凯大 去帮韩国瑜打气的 哦有啊 谢谢 谢谢袁姿跟我们分享 袁姿每次跟你连线之后 我都觉得心情很好 好多细节 对呀你好多细节 谢谢袁姿哦 有空再跟我们连线 新闻越来越热 讯息越来越多 用你听的懂的话 说给你听 新闻大白话 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6点 TVBS56台Live直播